回家吃饭 家庭厨艺大赛现在开始 红队代表的是父辈 蓝队代表的是新一代的青年 你就问方小哥怎么长大的 我做的是红烧鸡翅 据说您的鸡翅一上桌 中国队就会拿金牌 没有谁了 香 想要会吃饭 您这道菜打算送给谁 我送给别人我怕别人骂我 李经脑 请他来了 血糖膏应该怎么注意 跟我们说一个小窗门 回家吃饭之养生厨房 这个季节的姜最好了 我得备上点 大家都喜欢吃的 又健康又营养的菜 那肯定大家要问了 备上这些菜今天是谁来 这是一个非常憨厚的老实人 但是他的外表不是这样 看着挺狡猾的 他妻子长得很美 但是他妻子说 他先生的心灵比他的外貌美得多 我是相声演员李建华 承蒙观众的后爱 我还拍了不少的电视剧 尤其最典型的就是我跟蔡明 我们俩共同演绎的 那个闲人马大姐 因为这个戏啊 我还获得了一个外号 叫马大姐夫 老王啊 你能不能有点自觉性 不能 不能没有自觉性 我啊 我上车一打听 感觉干人这行也不容易 一天到晚 起早摊根 辛辛苦苦的 一睁开俩眼 就干上二不多车缝 你说我还忍心坑人家吗 就是 其实啊 我跟这个马大姐夫 还真有点像 最像的一点呢 就是爱吃 所以今天我来了 我要尝尝小鸭的手艺 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 李建华老师 有请 你好 李老师你好 小鸭老师你好 您看您就太谦虚了 叫我小鸭就行了 我看过您演的一个戏 那一定是闲人马大姐夫 对 您在那个角色里头演的呀 就是让我觉得亲切 那就是那么个窝窝囊囊的 那么个丈夫 所以你感觉亲切 尤其跟蔡明那种 风风火火的 那个劲头一搭配起来 越发地显得我这种窝囊 木囊 憨厚 您这是大智若鱼 大智若鱼 有些事吧过日子不能太较真 对 要难得糊涂 就是厨房里头嘛 淡一点咸一点都行 没错 今天呢是要把我们这个厨房 当成一个养生厨房 要聊一聊李老师 这么些年的养生心得是吧 对 我先采访一下 李老师您今年贵庚几何呀 正好一个花架子 60整 看着也就50出头 除了头发少点 往往观众不信 我特别想知道 这几十年来 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呀 面条 面条 年轻的时候住在单身宿舍里 我一买买30斤的干切面 可以一个月不换样 我的口号是 用吃面条子做鬼也顺利 那您现在还天天这么吃面条吗 现在太悲催了 甭管你这东西喜欢吃还是不喜欢吃 反正就吃那么一点 为啥呀 糖尿病啊 悲催到什么程度 别人吃饭是吃饱了 我吃饭是吃饿了 本来不饿 吃那么一口东西 把这劲儿给逗上来了 不让吃了 那怎么办呀 这一顿饭吃下来 那就忍着呗 这要靠义力 靠义力 那李老师 今天呢 要聊一聊李老师 这么些年的养生心得是吧 没错 那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个厨房啊 当成是一个 劳动的地方 劳动的地方 喜欢吃的人呢 通常都喜欢做 而且会做 今天呢 您看看这些食材 您愿意取哪样 一看这意思就是麻豆腐 麻豆腐啊 那肯定是炒麻豆腐 这可是老百姓的菜 这东西 好吃吗 好吃 只要炒好了 绝对好吃 对 关键是后一句 只要炒好了 绝对好吃 我看看啊 王江 薛里红得切点 薛里红 现在把它切好了吧 好嘞 那有劲儿这雪里红好 香 那我先涮一下水 不要这么湿 哦 要给它 太湿了不好 太湿了不好 就是要干一点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麻豆腐 有点湿 谁说这麻豆腐是臭的呀 它不是臭 它没有臭味儿 它是嗖酸那种味儿 尤其是豆汁 像你们南方人 根本接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有点怪味儿 我们的厨房用油 是由盛州提供的 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 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再倒点 好 为什么得多倒点油呢 这麻豆腐这东西它爱扒锅 来点姜片趁锅 不要 此刻呢 快在锅里的是啥呀 黄酱 黄酱 在油七分热的时候 放入黄酱 小火翻炒 麻豆腐 麻豆腐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血糖糕应该怎么注意呀 最响亮的口号就是 管住嘴 卖开腿嘛 您做的怎么样啊 这六个字 我一般的都是 管住腿 卖开嘴 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准 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们中国呀 血糖糕的人比较多 林老师说这扒锅了 再扒锅了 炒一炒一就扒 我就说没用姜片擦嘛 来点姜片趁锅 我不要 我不要 拒绝完了之后 我想起来的 它就可以保证不扒锅 我知道了 这麻豆腐就是用豆腐再炒点青豆 来一点盐 来一点 这么多 多了 不多 过去 再来一点 好 行了 就好了 就好了 今天咱们这个麻豆腐 这个时间 血温的短一点 应该在时间再长点 哦 是这样意思 哦 您是要放点这个辣椒籽是吧 对 对 然后这儿烧点油 北京人打小就吃麻豆腐吗 也有的吃 有的 哇 四溜 懂了 这个辣椒搁这儿 是要把它做成油泼辣子的感觉 对 您这道菜打算送给谁啊 我送给别人 我怕别人骂我 我送给我斗哥吧 李经脑 我送给他吧 请他来了 他请他来了 电视今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好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这是个奇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建华呀 不干活 什么活都是弟妹干 他能给我炒一个菜 难得呀 未必怎么样 当然 我期待着你 把这个麻豆腐给我们炒好 这样我吃一顿美餐 咱们哥俩好好的给大伙说一顿相声 哈哈一笑 清气上升 浊气下降 二气均分 石龟大厂 水龟旁观 笑口 尝开 哈哈哈哈 清气上升 浊气下降 这就是麻豆腐的功效 麻豆腐 什么味儿呢 我得尝尝 您先来 这么咸 来一点盐 这么多 再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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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尝尝 黄酱里头有盐 这黄酱是比较咸的 什么意思 就是咸鲜又带点酸口 对 开胃 生津 特别好吃 那玩白米饭 不是白米饭 说实在的 我本来不想把这个端上来 因为我喝不惯豆汁 但是 我觉得麻豆腐这么好吃 这豆汁也差不到哪去 这 这三样实实在在说 没有凑一块吃的 我以为北京人都这么吃 麻豆腐跟豆汁 还有胶圈得搁一块 豆汁胶圈 它有点咸菜丝 咸菜丝 就类似 这是咸菜丝 它是这么吃的 您来点 一小口 您不给我留点 嗯 这个你 绝对能喝 我吃麻豆腐 麻豆腐好吃 我觉得这个呀 把那馒头要蒸好 咔一吐 对 也好吃啊 好吃 今天是养生课堂 我们就得聊一聊 这个血糖膏 糖尿病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这个血糖膏 是有很多小窍门 可以调整它的 跟我们说一个小窍门 摸桌机 有人替您研究 您来听一听小窍门 第一个就是 你每天吃完饭 去走一个小时 或者走四十分钟 第二呢 就是等量兑换 这糖尿病吃东西 要要求等量替换 第三呢 不是不能吃水果 可以吃 你可以在两三之间 少吃 第四个就是 糖尿病人呢 还特别矛盾 因为糖尿病人 虽然血糖高 但是血糖低的时候 会导致他脑锁 第五个就是 你要准时吃药 做这样的 李老师的家人 说实在的 没有超级的耐心 还真不容易做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家庭 家里肯定都有一个两个 血糖高的朋友 亲人 大家都要来看 大家都听一听 家人对家人的那份爱 是多么的深沉呢 这些小畅门 我全记住了 好 豆汁 我捧着一碗豆汁 我得扶着点 太香了 太太的调味品和 露露信任路 喊你回家 喝豆汁 同样呢 太太的调味品和 露露信任路 提醒大家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就能告诉你 从哪 能够买到味道 特别浓郁的豆汁 把这个酱啊 先炒一下 然后把这麻豆 我都放进去 炒 炒得差不多了 放进血了红 放进青豆 炒得差不多 就出锅就完了 吃辣椒的 那什么 破点辣椒油 把这个这么一弄 这都算行了 今天我做一个菜 送给您 特别适合您吃 你们把这个姜切成 特别特别细的粒 粒啊 嗯 我今天呢 要做一个苦瓜 这个苦瓜呀 其实很简单 嗯 这个呀 要把它 起空 虾皮您爱吃吗 爱吃啊 南瓜爱吃吗 南瓜 对血糖特别好 对 南瓜也爱吃 肉馅爱吃吗 爱吃 喝 喝 爱吃 哎呀 这南瓜买得真好 我只要这么一小眼 好了 这南瓜好 一看牛面 去皮吗 去皮吧 咱放点姜啊 去吃 对啊 我看一下 就这么几个苦瓜 你一会儿用什么形状的 就小丁 然后我要给它打碎 小丁啊 嗯 我得多割点虾肉 哎呀 这个南瓜好香啊 我先把这个水 烧上 我是要还给它打碎一下 哦 我是要做一个肉糜 就是把 这些 嗯 加上一点水 因为打成糜嘛 哦 全都打 打在一起 姜什么的 然后呢 放一点盐 点点小胡椒 好了 我们在打这个的时候 稍微 比如它不太动了 就 给它搅拌一下 好了 好嘞 芝麻油能吃吗 能吃 抹在盘子底部 李老师 您帮我切一片 那个薄薄的南瓜 我垫在这个苦瓜的底下 好嘞 李老师一看 你看我们用这南瓜片 给它封住 您来一趟做一趟 麻豆腐也不容易 我给您多弄点 真是不信 让我建立点婚姓 对 您看这个是个工艺菜 真是 色香味形都占全了 先把这个 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 她说 她的母亲也是血糖膏 她呢 就在家呢 就给她做的 就是这种南瓜苦瓜 蒸肉糜 然后里头有猪肉馅 有牛肉馅 有虾仁 有些时候也可以有鱼肉 就不同的馅 可以随意调 但是这里头呢 她说是不能放淀粉 她说那个淀粉的生糖 特别快 其实这些所谓的 你比如说南瓜什么的 它都不能直接降糖 南瓜苦啊 都不是直接降糖 它生糖慢 哦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容易得糖尿病呢 您分析 其实可能还是代谢 就这个糖代谢不出去 对 它就是人到了一定的 这个年龄啊 或者有遗传因素啊 胰岛素分泌不充分啊 或者分泌出来不管用啊 或者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 等等等等就造成了糖尿病 您看 咱俩人品好吧 刚好 一撑 开始撑 大火 十分钟 十分钟 听说您特别爱看武侠小说 我是个准金迷 我就是个金迷 您觉得金庸好在哪 您说一条 我就举个例子啊 杨过小龙女 16年之后的重逢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作家都得泼墨重笔 但是金庸一句话 杨过在前边站着一叹气 小龙女在后边 说 过二 什么事不痛快了 好处在哪 一句话把16年写没了 什么16年你觉得漫长什么的 没分开过 我觉得这个您看出门道来了 您比我的段位高 我是准金迷 您是金迷 如果说老天爷赋予您一个武功 您最希望有哪一种武功 乾坤大挪移不做 您想知道我最想的是什么吗 您最想什么 有一种功 就这种哈 比如葱 就这么拿着 其实就是一把小葱哈 然后那葱吧 就变成神针了 变成暗器 金庸部一般不写葱 金庸不写葱 金庸写苦瓜 苦瓜好了 一二三 熟了 这汁啊 泡饭特别香 这个肯定好吃 它呀就健康 对 您说这个 可尔大 稍微烫点 今天我们这俩都还可以 太可以了 好吃吗 首先说这苦瓜是真的 真苦 真苦 好吃 太太的调味品和露露杏仁鹿 喊你回家吃饭 同样的 太太的调味品和露露杏仁鹿 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就能知道 吃的比较饱 但是呢 又生血糖不太快的食物 是怎么做的 是吧 把这个苦瓜呢 把中间的这个籽掏掉 切成一段一段的 差不多等距离的 然后把你喜欢的各种馅 有虾肉 有牛肉 有猪肉 都可以 放入你愿意放的一些辅料 哪怕是土豆 或者是南瓜 还有藕片 什么的都可以给它切细了 或者打成肉糜 稍微放一点盐 但是一定要记住呢 这道菜呢 它比较寒凉 适合夏天吃 就一定要放一点细细的这个姜末 然后就放在这个苦瓜里头蒸 十分钟就好 这是我的师哥 我师父的徒弟 那不是 我往这铁锅里放 管着我师父吃饭 让你嘚嗓一回 李建华 火 拿这个不成 拿这个 闭 这行吗 啥 师兄这敢打电话 师父都打露面了 所有徒弟就看了 不停 毁了 毁了肉呢 毁了 哎呀 做这么多费回家吃饭 我回家家姐 这么爱吃一种东西 比赛现在开始 就是咸我能闻出来 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 直接用手在锅里头 抓来承着大叔 哎呀 我们今天谈天说地的 说了那么多 如果此刻您的家人 看见您在这 跟着大吃苦瓜 我觉得心里又该着急了 这糖尿病呢 不让你吃很多东西 真的是常人 很难坚持下来的一件事情 不管怎么究竟 你坚持也就成习惯了 习惯也就成特殊 您对他们说句啥话呀 都吃苦瓜了还着急 你要谁要不信 你上来试试 苦着呢 回答正确